在听到这一道消息时,第489章 各方势力 大殿之内的争斗消息虽说莫言王朝接力的想要压制住,但最后却依然只能是徒劳勿工。 在短短半天的时间中,那消息便是如同风暴一般,在远古之殿这座城市之中席卷开来。 消息传出,无疑是轻可见,在这城市之中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绝大多数的人在听到这一道消息时,无不是满心的震撼。 若不是都知道那消息来源不会出错的话,恐怕任谁都是会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恶子剧而已。 摩言王朝的实力在这西北地域,虽然不算什么霸入般的存在,但也是嫌有人敢招惹。 他们的实力就算是放眼这些高级王朝,也是相当的不弱。 而且谁都清楚,石坤石宣两兄弟都是渡过了一次涅槃节的强者存在。 特别是那石坤,据说已是具备了冲击第二次冲击涅槃节的能力。 如果真的能够让他到时候成功渡过,摩言王朝的实力必将会再度猛然暴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强大的王朝在今天,却是被拿来自低级王朝的林栋,生生逼到了一种极为狼狈的局面之中。 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能够引发如此震动,倒也并不算太过的奇怪。 不过不管怎样,今天过后,林栋的名头必然会响动着西北地狱。 想来一些麻烦,比如那摩言王朝的悬赏,必然是将会在这种名声之下自动被人遗忘。 毕竟,强如摩言王朝都奈何不了林栋,寻常王朝又怎敢再有什么其他心思。 而至于一些真正拥有着不弱能力的势力,想来也没有那种兴趣做这种事情。 显然,林栋今天所展露出来的实力,所取得的震慑效果,达到了他所意料的程度。 想来在后面的时间中,也不会再有人来打他手中远古密钥的主意。 这倒是能够让得他清静许多。 在整个远古之殿,因为那大殿之内的争斗而穿得沸沸扬扬时, 身为事件主角之一的林栋,却是在城市中寻找了一处住所,静静地调养。 先前那番争斗,他虽然凭借着那种融合的力量打伤了石轩, 本他却是明白,那种融合的能量消耗极为庞大。 即便是以他如今的实力,也难以连续地施展。 那个时候,如果石轩的实力在墙上一些的话, 将林栋的那凶悍一击强行抵御下来的话, 或许接下来陷入狼狈状态的,就该是换作是他了。 毕竟,不管林栋手段再怎么厉害,与石轩之间的真实差距相当不小。 能够凭借着这种融合出来的能量将其打伤,已是极其的惊喜的结果。 若是能够成功地进入那盘境,那石轩便是不堪一击。 盘坐在石床上的林栋卧落拳头, 他的本身实力相对而言的确是稍弱了一些。 那个叫做石坤的家伙有些棘手, 即便是如今的小盐也只能够凭借着肉体的力量的强悍, 与其战成平手。 而且我能够感觉到, 那家伙已经具备了冲击第二次涅槃节的资格。 如果他真的进入了二元涅槃境, 想来就算是小盐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小雕悬浮在林栋面前沉吟道。 林栋微微点头, 虽然如今的石坤同样也只是一元涅槃境, 但他的实力显然远远的超过了类似石轩这种人物。 林栋明白, 如果让他对上这石坤的话, 或许他会相当的麻烦。 等进入远古密葬后, 我们先行寻找涅槃丹。 想来那之中会有不少, 到时候我便借其之力触碰涅槃境, 冲击涅槃节。 只要我能够度过一次涅槃节, 即便那石坤进入了二元涅槃境, 我依然是能够与其看好。 到时候再加上小盐之力, 要彻底的将其斩杀也是有着八成的把握。 林栋目光微微闪动, 脸庞上也是有着一抹思寒之意涌动。 嘿, 这样的话就得看你们垂涎突破了。 小雕笑道, 他清楚, 只要那石坤一旦突破, 必然会第一个找上门来。 远古密葬诱惑太大, 想要在其中满载而归, 难度可并不小。 摩阎王朝只是一重阻碍而已, 这远古战场卧虎藏龙之辈不知多少, 此次被远古密葬吸引而来的强者以及王朝, 绝不会是我们在大殿中所见到的哪些,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人物才是最为棘手的。 林栋笑了笑, 玄机眼神凝重地道, 当然不会这么容易, 你没听见幽泉王朝那个女人说的吗? 在那远古密葬中肯定会出现一些 连他们都是颇难抗衡的强者以及王朝。 不过那些人物即便是放眼这远古战场, 都是相当出色的存在。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甚至可以算是那些超级宗派所看中的准种子级。 文言林栋点了眼头, 目光微垂, 那双眼之中却是有了一丝丝的热议攀爬而上。 准种子级别的人物吗? 也不知道他们强到了什么地步, 若是能够交手一次的话, 他倒是能够衡量一下。 如今的他在这远古战场无数强者之中, 究竟算作什么档次? 不过真想和那些变态交手, 至少都必须完成下一步的突破才行啊。 林栋难难自语, 拳击双手紧握。 虽然他这半部涅槃的实力, 放在这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但他确实明白, 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待着一个厚积勃发的机会。 同时间,在这远古之殿这座城市的天南区域,一座高塔上,树道身影占于其上,平静如深潭般的目光望着那沸沸腾腾的庞大城市 真是有趣,一个来自低西王朝的人,竟然能够将摩烟王朝逼到如此狼狈,那林董倒也是有些能耐 在那庶人之中,一名面色俊秀的男子望着下方,轻声笑道 呵呵,远古战场辽阔无尽,其中有着无数远古先被留下来的传承 若是好运得到,自然也是能够脱颖而出,那林董能够抗衡摩烟王朝,想来也是如此吧,倒也不算太过的奇怪 在那男子身旁,一人淡笑道 呵呵,此话倒是不假,难道你们忘了远古战场东北区域那个叫做天刀的家伙了吗? 那家伙也是来自于低西王朝,但却是浮原集深厚的,得到了远古宗派天刀宗的传承 现在那家伙在东北区域风头即盛啊 在这几道身影最前方,是一名身着白色球袍的男子 男子模样极为清秀,笑起来时纯性微敏,有着一种宛如女子般的阴柔 不过,真熟悉他的人方才知道,在那阴柔之下,隐藏着何等可怕的力量 天刀网 在其身后的那几道身影,听得这个名字都是不由得砸了砸嘴 即便时间前那对于林洞的行为不置可否的男子,也是缓缓地点了点头,眼中有着浓郁的忌惮之意 据我所知,现在那家伙应该有了登入涅槃榜的资格了,真是个很麻烦的对手啊 在有半年时间九十大战来临的时候,如果遇见他的话,想来我也会有些头痛的 那清秀男子目光远眺,轻声道 哦,那家伙居然能够登入涅槃榜的资格了 听得这话,一旁的几人都是有些动容 是啊,所以这次的远古秘葬,我们可不能落后啊 祝远古秘葬颇为神秘,此次盯上他的人可不少,其中还有些我们的对头 那摩颜王朝这些,我们需要将他们降服吗? 一人问道 摩颜王朝,洪荒王朝,以及幽群王朝,除了他们的首领略有些本事之外 其余的人都是无用之辈,留在身边也是无用,反而挨手挨脚 那清秀男子摆了摆手,常人眼中极为棘手的摩颜王朝等高级王朝 在他眼中,仿佛并不值得他重视 小白,一旦时间不见,你的口气倒是越来越狂了呢 就在这清秀男子声音刚刚落下时,一道娇小声突然在这石塔之上响起 而后一道火红茜影闪现而出,慵懒得斜靠着石壁 笑颜如花,那桃花般的狭长双眸犹如妖精般诱人 若是灵动在此刻见到这绒帽,必然会颇为惊讶 因为此女正是当初在雷掩谷,与她抢夺远古密钥的慕红灵 没想到,连你也是跑了过来 难道说,你们也对着远古密葬有兴趣? 那清秀男子笑着回过头,问道 放心,这次就我来了,他们那些家伙忙着去另一个宝藏,没空过来呢 慕红灵阉人笑道 而且这次我来,宝藏是其次,某个曾经算计过我的家伙,才是我的目标 那清秀男子眉头微挑,说道 竟然还有人敢算计你穆大小姐 就是如今在这远古之殿喘得沸沸扬扬扬的家伙 木红灵桃花美目微眠,延伸出一种危险的弧度 灵动嘛,被你盯上,看来这家伙知不定是要倒霉了 清秀男子一正,旋即轻笑着摇摇头,眼中倒是有点同情的味道 另外,此次过来,也是提醒一下你们 据说西南地狱那边也有人过来了 应该是冲着远古秘葬而来的,有些麻烦,似乎也是够资格登入涅槃榜的人物吧 木红灵戴眉微微照了一下,突然道 清秀男子双眼徐觅,拳击缓缓地点了点头 喃喃的声音顺着清风飘荡而开 还真是有趣啊,不过这是西北地狱 不管那国江龙有多麻烦,到了这里也得给我收